第15题,右图是一个针孔成像的示意图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请同学做活动的时候所体会的 当我们的蜡烛比较靠近我们的针孔 或者是我们的屏幕比较远离我们的针孔的时候 我们的成像会变大 因此选项A说蜡烛向后移动向逐渐变大是错的 应该是向前移动 选项C说针孔向前移动靠近屏幕 向的大小不会变化,这个是错的 向的大小会变化 选项C说针孔向前移动靠近屏幕 向会逐渐变大,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屏幕远离针孔的时候向会变大 那么选项B,把我们的蜡烛往上抬 那么透过我们的针孔成像 我们发现成像会变得比较下面 所以选项B说蜡烛向上抬高 向会向下移动,这个是对的 这个原理就是针孔成像会成 倒立像的原因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蜡烛向上抬高,向会向下移动 tit了解决定的报道 谢谢大家